美伊达成了撤军共识 2500美军被沦为过街老鼠 一件傀儡为何敢硬杠美国 哪来的底气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 2500美军称过街老鼠 傀儡为何敢硬杠美国 中国给的底气 是关键 用了20年 伊拉克终于做到了彻底赶走美军 不只是美军 所有待在伊拉克的外国军队 全部都要撤走 换句话说 伊拉克要拿回军事自主权 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据法新社报道 撤军分为两个阶段 要在两年内 也就是2026年9月之前完成撤离 美国防长奥斯汀也讨价还价了 说两年不够 要再给一年 三年直接撤走 但没用 伊拉克政府的态度很强硬 说两年 就是两年 没有商量的余地 很多人好奇 伊拉克政府不是美国手里的傀儡吗 他们哪里的胆子和底气敢反抗美国呢 关键就在于中国 当初撒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后 伊拉克就被美国彻底控制了 但是这20多年来 他们并没有屈服 反而一直在努力摆脱美国 伊拉克的石油储量排在世界第五 光靠卖石油 其实就能富起来 但之前呢 伊拉克国内一直在打仗 不能很好地开采 战争结束以后 伊拉克在对华石油出口上 长期排在第三 有时候还要超过俄罗斯 仅次于沙特 去年光是对华出口 伊拉克就赚了超过200亿美元 伊拉克的石油产业 之前也都是由美国控制的 但今年五月 伊拉克公开招标29个油气田的勘探权 中国一举拿下了10个 而且伊拉克还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很快 中国就成了伊拉克的最大贸易伙伴 美国打烂了伊拉克 而中国帮忙重建了伊拉克 比如说伊拉克的光伏 火电等发电项目 中企全部拿下了 道路 桥梁等 也是中企成建的 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 伊拉克的经济开始全面付诸 经济搞好了 接下来就是军事上 伊拉克大量购买中国的武器装备 比如说彩虹4 彩虹5 查打无人机 VN22轮式装甲车 伊拉克直接买了一条生产线 还有他们还想用的骁龙战斗机 取代美国F16 至于步枪冲锋枪火箭炮等清一色的中国造 可以说到了现在伊拉克在军事上已经基本摆脱美国了 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20年过去了在国内什叶派民众的支持下伊拉克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亲伊朗的什叶派政府 做了这些以后伊拉克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基本不依赖美国了自然也就有了赶走美军的底气 另外7月底的时候还有媒体爆出普京正在敦吐土土耳其和叙利亚和解 一旦事件成了双方腾出手来 盘旧在土旭衣交界处的库尔德武装必然要遭到打击 和库尔德武装一伙的美军也势必要受到影响 换句话说住在伊拉克的2500名美军搞不好刚转移到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就又要被轰走了 沦为过节老鼠 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